众所周知,东北王张作霖有七个结拜兄弟 他在中间排名老七 他能坐上东北王的位置离不开这七位兄弟的帮助 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七位兄弟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唯独老五张景慧在张作霖去世后选择当了汉奸 他是兄弟八人中唯一一个当了汉奸的人 至于他为何要当汉奸 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他跟张学良不和 被逼之下才投向了日本 之后他能出任满洲国总理十年之久 最重要的是他也很听话 无论日本人要他做什么 他都是唯命侍从,从来不反抗 不过让人佩服的是 他即便是做了人人骂的大汉奸 还是在好兄弟张作霖去世后 做了件人人称赞的好事 张作霖突然去世后一直都没有下葬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 张景慧先把他的尸体放在了寺庙里 之后他又利用自己汉奸的身份 与日本协调最终把张作霖跟他的原配夫人下葬在一起 由此看来张景慧在兄弟情上 他没有背叛张作霖 跟汉奸张景慧一比 他的儿子张梦石可以算得上是个实实在在的英雄 张梦石原名张绍记 他是张景慧51岁时得来的儿子 小时候的张梦石只知道父亲是日伪军的高官 至于父亲做了什么他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名叫丁飞的人出现 他的生活才真正有了意义 在丁飞的影响下张梦石先去了日本留学 后回到父亲身边利用他的身份 趁机窃取了很多各种情报 变相的为中国做了很多实事 后来抗战结束之后张景慧准备逃跑 张梦石直接将父亲的行踪上报 他这一行为看似是大义灭亲 其实是在国家和个人荣辱上他选择了国家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张梦石虽然是汉奸之子 可他做的事却是极其高尚